小韩 虽然说我跟你那天妈妈 我们不太明白 这玩电脑 也能当做一份事业来做 不过我听说 你的事业发展得不错是吗 新兴产业嘛 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那肯定是比其他的行业 要多一些的 我呢 就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今后事业发展的重心 会在哪儿 听说你公司的总部 在挪威是吗 中国 叔叔请放心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国内 那就好 一国链很麻烦 小韩 你这说了半天 你也没向我解释清楚 年年为什么要睡到你那儿去 叔叔 阿姨 你们请放心 我真的是对年年是真心的 所以在没有取得你们的允许之前 我不可能对她有任何的非凡之下 我跟你说 我不管你是不是真心的 反正年年原来不这样 认识你之后啊 玩电脑 整天就恨不得跟在你屁股后面 现在倒好 她 她都睡到你那儿去了 我硬说我这个女儿 我都快不认识了 年年 你给我上去 你说你像什么话 你给我上整理一下 走 走 小韩 年年她妈妈 从来没对年年说过重话 也没对年年出现过这样的态度 年年肯定很伤心 你上楼劝劝她吗 去吧 叔叔相信 要干吗呀 妈 怎么是你啊 你爸让我上来安慰安慰你 起来 起来 这不太合适 我妈才可疲 别人听见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房间 我猜的 这种装修风格 你眼睛不会疼吗 没有吧 我觉得还 还蛮好的呀 我再去 你站在那儿干吗 坐嘛 随便坐 不要 算了吧 我也不知道该做哪里合适 你妈妈好像不太喜欢我 没有 没有 我妈主要是三十六岁 才生了我 所以她对我格外的疼爱 跟期待 我 我现在可以问你问题了吗 说 你刚才说 你是两年前第一次见的我 假的 那你在广州 对我一见钟情呢 假的 还有之前你说 年夜份上你是为了吴白 才让我配合当你的女朋友的 也是假的 当时情况特殊 如果我不承认我们俩的关系 光凭我弟弟说的那些话 很有可能被人误解成 一个陈年男人 调戏一个少女 始乱终气不愿意承认 到时候 想必你的父母 更不会反过我吧 你说得也对啊 你说得也对啊 我怎么感觉一切都是假的 这全都是你编的吗 这全都是你编的吗 我 我还有一句最重要的想问你 那些对你负责任的话吗 我喜欢这个 好漂亮啊 谢谢 谢谢 好疼 童年 你知道吗 其实那时候我想说的是 童年 我感觉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所有的光环都是假的 除了你 这个叫韩商严的男人一无所有 两手空空 孤身一人 只有这个是真的 你信了吗 像你这么傻的小孩 还真是找尽 谁说的 我智商一百四呢 就说你最总 那是当然了 我爱不爱你这件事情 你要相信 我觉得不会骗你 第一次来你的归房 也不方便待太长的时间 要不然你爸妈药伸我去 你现在就要走吗 说不得了 那我回去给你水瓶 可是我得先洗澡 那你先洗澡呗 这有什么 走了 注意安全啊 注意安全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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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